好 再看到國道發生死亡車禍 但看到在中山高南下165公里處 這是一輛黑色轎車 發生了車禍意外 好 現在到底為什麼發生車禍 還要再釐清 不過也看到 其實在這個車禍發生 當時旁邊是有一支 側速照相桿 因此現在也被懷說 是不是可能 因為自己超速要減速 才造成這樣的意外 還是也有一說 因為超車失控 撞了內側護欄之後 接著擦撞了白色轎車 而當時路面散落的水泥塊 讓後方 這是一人八人滿座的箱形車 在經過的時候翻車了 而這車上又拋出三個人 最後又有兩輛車碾過 碎片也爆胎 而這嚴重的死亡車禍 一共波及了五台車 造成兩死三生 遭到墜撞 驚聲尖叫 國道發生嚴重連環追撞 外加爆胎事故 從另一個角度看 當時肇事的黑色轎車 在國道上變換車道 卻突然往內側護欄撞去 引發一連串意外 小心 小心 這起嚴重的死亡車禍發生 在國道一號南下165公里處 黑色轎車當時先撞上內側護欄 擦撞白色轎車後 分別停在外車道和路間 不過當時車道上 水泥碎塊害的後方 鄉行車輾過失控翻車 車上三名乘客拋出車外 車體在追撞前車 緊跟在後方的紅色和銀色轎車 也因為輾過水泥碎塊爆胎 意外一共造成兩人死亡 三人輕重傷 應該有兩台車發生車禍 然後他們可能剛發生沒多久 來不及處理 對 因為這邊的天色還蠻暗的 等我大燈照到的時候 我已經撞上去了 撞上去的時候 方向盤就不穩 就翻車 鄉行車駕駛到底撵到了什麼 先來看趙氏的黑色轎車 當時在國道上飄移 是因為超車禍 為了閃避側速照相感 造成超速的可能 趙氏轎車撞擊護欄後 車頭留下水泥碎塊 車道上的護欄碎塊 也是駭箱行車 翻車的元凶之一 檢視駭箱行車 車上後座安全帶完好如初 換句話說 乘客沒有吸上安全帶 是致命關鍵 黑色轎車在國道撞車 讓護欄水泥散落車道上 後方車輛閃避不及 造成翻車或爆胎 一連串的原因 讓傷亡如此慘重 記者韓志欣陳思遠 張駿董 SNG小組 在台中的採訪報導